首席 報告委員會現在繼續開會 處理討論四項第五案 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附屬單位預算及總計表 銀業及非銀業部分 今天審議司法及法治委員會補送列入審查總報告部分 請宣讀財政委員會會整報告 本院財政委員會和送司法及法治委員會107年度非營業基金 和信託基金預算審查報告 請提報院會並中華民國107年度中央政府總算案 附屬單位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審查總報告案討論 有關107年度中央政府總算案 附屬單位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審查總報告案 上有外交及股房委員會非營業韓信託基金預算部分 經濟教育及文化委員會非營業預算部分 財政委員會營業及非營業韓信託基金預算部分尚未列入 將4期審查報告送達財政委員會後再行匯報院會並安討論 非營業部分司法及法治委員會審查結果 需要黨團協商 約會討論時由吳召集委員致陽及蔡召集委員議於出席說明 信託基金部分司法及法治委員會審查結果 需交由黨團協商 約會討論時由蔡召集委員議於出席說明 宣讀而畢 請司法法治委員會召集委員吳委員致陽說明 吳委員致陽沒有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需交由黨團協商 依處理預算案之議事成立 按單位或基金別逐項宣讀後均暫行保留等協商後再行處理 會營業部分司法及法治委員會 甲法務部主管 請宣讀 1. 作業基金 法務部矯正機關作業基金 甲法務部主管 1. 作業基金 法務部矯正機關作業基金 1. 業務計畫 應依據業務收支轉投資 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及資金用等向之審查結果 隨同調整 2. 業務收支 1. 業務總收入 2. 業務總支出 3. 本期短處 均照列 3. 結交貫庫金額 4. 轉投資計畫均無列數 5. 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 兆列 6. 國庫增波基金額無列數 7. 通過決議四項 宣讀完畢 保留協商 1. 考試院考選部主管 1. 請宣讀 1. 作業基金 考選業務基金 1. 考試院考選部主管 1. 作業基金 考選業務基金 1. 業務計畫 2. 應依據業務收支 轉投資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 及資金運用等項之審查結果 隨同調整 2. 業務收支 1. 業務總收入 2. 業務總支出 3. 本期剩餘均照列 3. 結交貫庫金額 4. 轉投資計畫均無列數 5. 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 照列 6. 國庫增波基金額無列數 7. 通過決議三項 宣讀完畢 保留協商 信託基金部分 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假 人事行政總處主管 請宣讀 1. 中央公教人員 疾難救助基金 假 人事行政總處主管 1. 中央公教人員 疾難救助基金 1. 基金運用計畫 因依據說之 余處播部等項之審查結果 隨同調整 2. 總收入 3. 總支出 4. 本期剩餘 宣讀完畢 保留協商 以考試院全序部主管 請宣讀 1. 公務人員 退休輔序基金 以考試院考選部主管 1. 公務人員退休輔序基金 1. 基金運用計畫 因依據收支 與處播部等項之審查 結果隨同調整 2. 總收入 3. 總支出 4. 本期剩餘 均照列 5. 通過決議 宣讀完畢 保留協商 報告院會 本案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審查之各單位預算 及決議 均暫行保留 做以下決議 並按請蘇院長召集協商 協商後再行處理 繼續進行討論四項第六案 商標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請宣讀審查報告 本院經濟委員會於107年4月18日 舉行決定委員會議審查本案 由高召集委員之旁 擔任主席 會中邀請經濟部審部長容金 列席說明並答覆委員諮詢 令邀請司法院等相關單位列席 備詢 與獲委員聽取報告 經討論後將全案審查完 均禮據審查報告提報約會討論 約會討論前不需交友黨團協商 並由高召集委員志朋 於約會討論時補充說明 宣讀完畢 請召集委員高委員志朋補充說明 高委員沒有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 不需再交友黨團協商 現有國民黨黨團提出議議 議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8條第二項規定 本案做如下決議 交黨團進行協商 討論事項第七案 專立法徵定第60條之一 條文草案 請宣讀審查報告 本院經濟委員會於107年4月18日 舉行全民委員會議審查本案 由高召集委員志朋擔任主席 會中邀請經濟部審部長容金 列席說明並答覆委員諮詢 令邀請司法院等相關單位列席被詢 與會委員聽取報告經討論後 將全案審查文俊里 據審查報告提報約會討論 約會討論前不需交友黨團協商 並由高召集委員志朋 於約會討論時補充說明 宣讀完畢 請召集委員高委員志朋補充說明 高委員沒有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 不需再交友黨團協商 現有國民黨團及時代力量黨團 提出議議立法院直選行事法 第68條第二項規定 本案座如下決議 交黨團進行協商 討論事項第八案 著作全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請宣讀審查報告 本院經濟委員會於107年4月18日舉行 決定委員會議審查本案 由高召集委員志朋擔任主席 會中邀請經濟部審部長容金 練習說明並答覆委員質詢 令邀請司法院等相關單位 練習備詢 與獲委員聽取報告金討論後 將全案審查完 據審查報告提報約會討論 約會討論前不需交友黨團協商 並由高召集委員志朋 於約會討論時補充說明 宣讀完畢 請召集委員高委員志朋補充說明 高委員沒有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 不需再交友黨團協商 現有國民黨黨團提出議 議立法院直選行事法第68條 第二項規定本案做如下決議 交黨團進行協商 繼續進行討論四項第九案 海關進口稅則 部分稅則修正草案 本案經第五會期第六次會議決議 交黨團進行協商 因上代協商做以下決議 協商後再行處理 討論四項第十案 證人保護法第二條條文修正草案 本案經第四會期第十四次會議決議 交黨團進行協商 因上代協商做以下決議 協商後再行處理 討論四項第十一案 資通安全管理法草案 請宣讀審查報告 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分別於106年11月6日 即12月20日召開全庭委員會議審查本案 由召集委員蔡毅宇擔任主席 除邀請提案委員提案黨團及委員說明提案要職外 相關機關意應要職派代表列席說明並答覆委員詢問 與會委員於106年11月6日聽取報告及巡討完畢 附於106年12月20日 在審略大體討論後進行逐條審查 將全案審查完聚令通過附帶決議一項 原今決議本案審查完聚擬據審查報告提請約會公決 約會討論前需交到黨團結聲 約會討論時由召集委員蔡毅宇出席說明 宣讀完畢 請召集委員蔡毅宇補充說明 蔡毅宇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 需交由黨團協商 因上代協商做以下決議 協商後再行處理 討論事項第12案 有機農業促進法草案 本案經第5會期第6次會議決議 交黨團進行協商 因上代協商做以下決議 協商後再行處理 繼續進行討論事項第13案 農藥管理法第10條及第59條條文修正草案 本案經第5會期第6次會議決議 交黨團進行協商 因上代協商做以下決議 協商後再行處理 討論事項第14案 植物品種及總苗法第4條條文修正草案 本案經第5會期第6次會議決議 交黨團進行協商 因上代協商做以下決議 協商後再行處理 討論事項第15案 下水道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本案經第5會期第9次會議決議 協商後再行處理 因上代協商做以下決議 協商後再行處理 討論事項第16案 法醫司法第37條及第53條條文修正草案 本案經第5會期第9次會議決議 協商後再行處理 因上代協商做以下決議 協商後再行處理 討論事項第17案 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本案經第5會期第9次會議決議 協商後再行處理 因上代協商做以下決議 協商後再行處理 討論事項第18案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26條條文修正草案 本案經第5會期第9次會議決議 協商後再行處理 因上代協商做以下決議 協商後再行處理 討論事項第19案法務部組織法 第5條條文修正草案 本案經第5會期第9次會議決議 協商後再行處理 因上代協商做以下決議 協商後再行處理 討論事項第20案法院組織法 討論事項第214條條文修正草案 本案經第5會期第9次會議決議 協商後再行處理 因上代協商做以下決議 協商後再行處理 報告院會本次會議議程 鎖列討論事項 均已處理完畢 下午5時處理臨時提案 現在休息 決議員 美国协议人事件 报告委员会现在继续开会处理临时提案 每位委员发言时间一分钟 第一位请曾鳴忠委员 主席 委员曾鳴忠等所有人 现已今年我国走私烟品问题非常严重 如付税署的研究 在99年到102年之间 我国总市烟品平均大约有1亿5000多万包 但是实际查获的平均只有14000多包 占实际总市的烟品只有一成 因此本席建议行政院督导财政部 在半年内提出具体应用措施 以有效强化阻施烟品的查契成效 以确保政府税收并维护民众的健康 是否有当 敬请公爵 本院委员 曾明忠等15人提案 做如下决议 还请行政院援助 请问院会有意义 没有意义就通过 接着请李燕秀委员 李委员不在本案占不予处理 吴志阳委员 吴委员不在本案占不予处理 蒋乃馨委员 主席各位同仁 本院委员蒋乃馨等15人 针对国内接连爆发麻疹群聚感染 今年已有23例麻疹确诊个案 整体疫情追踪者已破5000人 专家指出麻疹是目前传染力与群感最强的疾病 目前自费疫苗只剩下一万剂 公费约十万剂 而自费又优先给医护人员及机场机组人员 民众要接种自费疫苗却一剂难求 再加上卫福部采购疫苗需要通关号两个月 学者批评 这两个月难道要民众等被感染了吗 为了维护国人健康本席等要求 行政院备妥疫苗 充分供应自费与公费注射 进行流行病学调查 加强麻疹病例研究防治 是否有当进行公决 委员委员蒋乃馨等15人提案 做如下决议 含请行政院援处 请委员会有意义 没有意义通过 接着请赖世保委员 谢谢主席 主席各位先进 本委员赖世保等10亿的临时提案 那么因为因应最近新社群经济的一个行程 但是近日发现 FB的各自外泄情况非常严重 集结各国监管的机构 即刻加强治安战略 反正台湾还迟迟未见 有关单位强化治安联绒的成绩 实在有电商3.0时代 用户各自经流落召外泄 将演变成为一个重大的资安漏洞 有鉴于此原提案 要求行政院及相关的单位 应该在一个月内 针对线上社群与电商服务的各自外泄情势 做一个分析报告 并且尽速地制定 重大资安事件发生的时候 如何分级启动国家级的资安联防 机制的可行性评估 以共同提议入侵的供给 是否有当经理公协 本院委员赖世保等11人提案 做如下决议 含请行政院处 请问院会有意义 没有意义通过 接着请柯智恩委员 本院委员柯智恩等12人 有鉴于部分行政部会之约聘雇人员 在跨年度重新招考的时候 虽然依法获得续约的资格 但确招行政部会断约数日 导致年资不连续 无法依法获得相对应的未落假 依现行聘雇人员几价的办法规定 聘雇人员需连续服务满一年以上 才可获得相对应的未落假 唯有部分行政部门 却蓄意断约数日 如新一年的度的合约 是由1月2日起才起聘 在1月1日没有合约的情况之下 约雇人员就没有办法累积年资 行政部门的约雇人员 他们的相关保障 已经是相对的薄弱 鉴请行政院严您改善上述的情况 约雇人员依法取得跨年度之工作合约时 因避免合约不连续 以影响约雇人员的权益 是否有那尽情公决 本院委员柯志恩等12人提案 做如下决议 喊请行政院处请问院会有意义 没有意义通过 接着请江启陈委员 主席还有各位同仁 本院委员江启臣 王毓民等11人 有鉴于香菇太空包等农业废弃物 因处理不易 工序繁琐 回收成本高 业者接单意愿低 导致太空包 遇遭不孝业者气质 流入西边海上 引发环保危机 且废弃太空包处理费 十年内翻涨三倍 影响农民胜据 成为孤类产业发展营优 原此要求行政院立即 针对农业复合型废弃物 如香菇太空包等 整合农委会科技部 与环保署等 成立跨部会资讯平台 除将农业废弃物 透过科技研发增加多元用途 提出具体做法外 也能够提供正确合法的 处理管道 以维护农民权益 与环境的永续发展 是否有当尽请公决 本院委员江启臣等 十一人提案 做如下决议 含请行政院处 请问会有意义 没有意义通过 接着请林德福委员 本院委员 本院委员林德福等 十三人临时提案 有建于我国是全球排名 第十九名的缺水国家 台湾南部地区已经超过八个月 无明显的降雨 二零一八年四月下旬 高雄台南水井 烧井 苗栗已实施 阶段性的限水 为促使 耗用水资源 者 采取积极性的 节约用水措施 水利法 以2016年修正三读通过 可对用水大户 征收耗水费 时间已过两年 耗水费征收 以减免相关办法 草案能未上路 让人怀疑行政院赖内阁 推动绝水计划的决心 本席提案 要求行政院 应加速完备 开放耗增 增耗水费 以及减免或免增 等相关配套措施 是我有当 敬请公爵 本院委员林德福等13人提案 做如下决议 含请行政院处 请问院会有意义 没有意义通过 接着请罗明才委员 罗委员不在 本案暂不议处理 接着请林立场委员 林立场委员不在 本案暂不议处理 报院会临时提案 均已处理完毕 现在上会 有点 是 因此 你们 有一義 谈 词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